院長好 委員長好 首先這兩天 媒體有在討論 請教院長 以目前國內的疫情 會不會封城 不會 那到底誰有權 下令封城 是院長還是 縣市所長 我們這個都 應該以中央 疫情指揮中心為準 各縣市政府所長 沒有權下令封城 我們不願意講說有沒有權 而是這應該是全國一致 好 那接著請教院長 這個表 是六百億 特別預算的 第一期上個月的執行情況 院長 整體來看六百億裡邊 到 四月十四號 真正執行的金額 只有五十七億 執行的比率 只有九點五五 那最高的是交通部 執行率是二十二點九四 各部 最差的是文化部 只有 百分之零點零三 行政院 金額是五一七 到現在執行率是零 現在已經到一百多億了 這一開始的時候會慢一點 那來就會很快 那我請教院長 怎麼去改善這樣一個執行比率 這個就好像一部車子剛開始的時候 不能一下跑太快 那跑下來會越來越快 院長 外界對紓困或者振興 熬熬帶 急如心火 希望行政院還有各部位 趕快執行相關的預算 好來往下看 我要請教主席長 是的 這個是基金還有一萬幾幾的總共是一千四百億對不對 是的 這麼正確 這個是原來是我們可以動用的一些錢 對 那是不是他的政策目的 是要將現有的一百零九年度的預算 還有基金的預算移出來 作為紓困振興之用對不對 就是說有一些到他目前到在基金裡面 他沒有用的錢 那我們可以提早出來用 或許像那個移反忌急 有些工程到他目前因為某些原因 而沒有順利執行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移出來用 好 這裡面有一筆非常的特殊 你為什麼從信保基金的準備金裡面 要移出四百億 這四百億要移去哪裡 要做什麼用 跟委員報告一下 信保基金現在他還有一個 就現金大概有四百多億 那一個目前可以作為一個保證之用 就是萬一有人去借錢的話 那個四百億可以 他的現有的基金裡面可以去支用 主席長 你弄錯了 信保基金現在淨值的七百二十億 你萬一把這四百億移走 我給你討教喔 這四百億是現在一百四十七萬家 中小企業救命的錢 住籍的錢 你會把它移出來 我沒有把它移出來 我是說 它必要的時候 可以也可以拿來做保證之用 它旋款式用 好 你意思說沒有移出來對不對 我沒有把這個錢拿出來用 不是把錢拿出來用 那這樣呢 它可以做保證 那本來就可以保證啊 所以你移不移 這四百億都可以做保證 主席長 你這個是灌水 你是碰風 四百多億 院長我跟您報告 信保基金 中小信保基金現在禁止七百二十億 多次的拿來做保證 結果主席長要把這四百億 所以移出來 這第一個 一下說不移 他本來就做保證啊 所以你這個一千四百億裡面 也就三千五百億裡面 你就灌水了四百億 那個跟委員 報告一下 他是七千億的貸款金額 裡面可以把這個四百億 也可以做為那個保證之用 本來就可以做保證 所以你根本沒有必要 碰風 這四百億 好來往下看 主席長 要碰風灌水 也不是這樣子 來往下看 院長 這個是所謂行政院提到的 一兆零五百億要救台灣 其實重點是 你今天要報告的特別預算 一千五百億對不對 好 來往下看 包括 行政院送來的特別預算 包括您今天的書面 口頭報告 包括主席長跟財政部長的報告 都沒有做相關的政策評估 因為你既然要編一千五百億的特別預算 我要請教院長 你這一千五百億的特別預算 會又花 預估 會又花多少消費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如果是 我們估計這個錢 如果是屬於個人的 我們大概一千五百億會有八百七十五億 會到進到個人的口袋 如果進到企業的口袋的話 它會有大概六百七十幾億 會進到那個所謂的企業 如果進到個人口袋的話 我們的消費的話 大概會有佔大概百分之六十幾 所以結論是主席長 會又花多少消費金額 就是八百七十五億 好 八百七十五億 八百七十五億乘以百分之六十五 好 另外 院長 到底要協助多少家企業 我們的估計 按照各部會報告來的 大概會有兩百家企業 只有兩百家企業啊 只有兩百家企業啊 兩百家企業是指它的加值 因為有些企業它可能是會重複 蛤 你再講清楚喔 只有這一千五百億 只有協助兩百家企業 兩百我吃啦 講一講 不好意思 你也差一點 好 再來 到底協助多少名勞工 我們估計大概至少 會有四百萬的勞工 四百萬的一個家庭 四百萬的家庭 一個家庭 你到底是四百萬的勞工 還四百萬的家庭 這不差很多啊 就是四百 像職業工會 它是一個工人 就是一副 所以大概會有四百萬人 這四百萬個家庭啊 好 好 我再問一次 你到底是四百萬個家庭 還四百萬個勞工 那不一樣啊 家庭兩三個 加起來就不得了啊 主席長 大概四百萬人 好 四百萬人的話 因為職業工會 它可能一副有三人 你不要隨便跟我胡說 一下四百萬個家庭 一百四百萬個家庭 家庭收支報告 好 再來 你會創造多少GDP 我再講過很多次啊 我說這個六百再加一千五的話 GDP會成長0.9個百分點 多少 0.9個百分點 好 0.9個百分點 好 接著往下看 院長 其實一照零五百裡面 要救台灣裡面 接著就是七千億的貸款額度 那院長提到 希望全面協助企業跟勞工 希望金流不會斷 貸款額度再加碼 好 請教院長 國內的所有企業 總共是一百五十萬家 院長想不曉得 這一百五十萬家裡面 歷年來幾十年來 有多少家企業是跟銀行有往來的 院長知不知道 這關收集 來 院長你知道嗎 財政部 來講 我直接跟院長講 一百五十萬家裡面 你原來 跟銀行有往來的 只有二十萬家 所以我要跟院長報告 總共會有一百三十萬家的企業 是 政府紓困貸款的孤兒 院長想說 你這七千億裡面 可以協助很多的企業 但是當你把資料調出來 一百五十萬家的企業裡邊 只有二十萬家 歷年來喔 歷年來 歷年來跟銀行有往來 我要請教院長的是 這個一百三十萬家的貸款企業 行政院 怎麼協助他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我們這一次的中小企業貸款 五十萬這一部分 裡面就有很多像委員所提到的這個部分 他平常都沒有跟銀行往來 但是這一次我們特別五十萬的這個這個小的貸款 這一部分就是針對這一部分 部長 請教院長 既然有一百三十萬家 貸款的孤兒 那 您講不打沒關係 請部長 那部長也講呢 說目前有這個措施 想協助過去沒有跟銀行往來的貸款孤兒 那行政院 預估 會協助多少萬家 這些中小企業的貸款孤兒 那個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我們是從這個所謂的 我們 營業稅的小規模營業人裡面 大概五十萬 五十萬 五十萬 所以五十萬家 對 部長 你不是隨便講 我民心 說十萬家 我問過 吳立雄主委 他不敢講幾家 他不敢估 好 你既然講五十萬家 我們等的那一款 委員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是用這個 五十萬的這個小規模營業人 作為一個基數 那麼他會來申請多少 這個要看他自己的這個 那你總有個目標吧 院長 你能跟社會大眾講 或者一千 一百四十七萬家 的中小企業獎 預估這七千億 要帶給幾萬家 尤其這些中小企業的貸款孤兒 不是 不是說我們來預估 是說 我訂了這一個條件 這麼好 讓各種受衝擊的產業 尤其是平常 如果他沒有往來後走 他平常沒有這個需要 但受疫情衝擊 有這個需要 我們這一次條件特別寬鬆 院長 要給這企業來申請 你這個一百三十萬家的 中小企業的貸款孤兒 歷史這麼多年來 跟營養見不到錢 我跟你講 還是見不到錢 所以建議行政院回去檢討一下 有沒有更強的措施 來協助他 我們往下看 院長說 金融國家隊 但是我希望他不要形容詞 我希望 他是個重詞 不然 整個疫情過了之後 這個金融國家隊 只是 形容詞 往下看 委員 這樣 你做我們的神秘課 這樣 你是看哪一個 怎麼樣貸款 我們訂這麼好的條件 卻被銀行擋住 告訴我 好 我現在就要盯這個 你這樣往下看 這個表 特別把這些董事長 總經理找來 這個到4月20號 做了建設 到現在 整個建設是3939件 真正 核准的金額是474億 院長 這金額大不大 我要跟你報告 四百七十四億 建設是3934件 但是我要跟你說明 銀行總貸款多少 二十九兆一千億 中小企業貸款多少 六兆九千億 院長 這真的是百分之0.01 院長 你對這樣子的 績效 盲目滿意 我請問 院長 這樣的績效 院長盲目滿意 我現在就這樣 這個收集這個 我就要求銀行說 這次 這麼艱苦的時候 所有銀行 應該 要 把政府這個誠意 他要努力做到 不能這樣動 連這個 還加免責條款 還加封險除外 院長 你顯然情況不了解 你看這一招 你能夠請這些銀行貸款的 就是台銀土銀跟換工股銀行 九家 其他銀 你聽我講 你聽我講 其他銀行 二十七家 你配他不夠啊 他哪會做 中央銀行還降息 都有 院長 降息啊 那是維他命啊 我要在這裡講 你要組國家隊 但是配套 嚴重不組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公股行庫 包含政策貸款 跟那個 製辦貸款 現在已經兩千 聽我講 部長 我不以為換工 已經兩千公股 然後核貸戶已經一萬多戶了 好 那佔二十九兆一 或者是六兆九 百分之幾 你不要以為金額很大 很少 我最後要付 換工不組 也是一百塊 再出自己的地方 另外一塊 另外一塊 民間 你對民間 你好 你配套 你要說 國家隊 基金國家隊 你看不到 基金國家隊 在這裡 我沒有來 我們可以 哪一塊 都沒有 可是 都沒有